到了大学 其实当时的差距并不大 就我一个寝室里面 八个人 只有两个是上海 其他都是全国各地 那时候在学校里 还有校园民谣 还有诗社 那时候仿佛大学 是一个完全 独立于社会的一个地方 我还记得咱们读书的时候 全社会听四大天王 你记得吧 还更早一点 听Allen 我原来不知道 谭永林叫Allen 我是到上海 才听见上海姑娘们 每天都Allen Allen 那时候上海 是第一个开始有粉丝的地方 但是大学里头 都听什么罗大佑 你记得吧 那个时候崔剑 什么摇滚乐 然后开始有 西方的那些音乐进来 等等等等 但是好像 今天已经没有人说 这是校园里来的音乐 或者这是校园里来的诗歌 或者校园里来的什么 这些东西 因为已经 那个 对 那个墙已经很低了 过去那叫象牙塔 外面都不知道这些人 在里面干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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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